欢迎收听当爱来临时的节目 我是子凌 走路台江四大流域 台江青少年深入社区 举行台江流域小论文社区说明会 那在这里我们就是来邀请到了 台南社区大学台江分校执行长 吴茂诚来到节目的现场 茂诚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我们请茂诚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一次青少年深入社区的 台江流域小论文社区说明会 参与的青少年 他们年纪大概是多大 然后呢 这一次踏查的一个范围是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因为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有一个希望 就是说 我们也说给我们家乡 每个人的家乡 这个河川水准 可以比就是我们的孩子 包括我们的国小同学 国中同学高中 可以说比就是他们 这个学习的教室 学习的教室 比我们以前 我们老一般的人 以前是谁都在水准 还是在客室里面 游泳 有人说梦 减少一口 这种的生活经验 在现在的小朋友来讲 几乎已经是一种梦了 就很少等到 所以你去山里面 那么在我们这个都市里面 或者是说我们一般的乡镇里面 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 可以来认识这种河流的文化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结合这样的一个研究 踏踏跟守护 这样的一个三个观念的一个学习行动 带领我们台江 就是台南市安南区的这些留意学校 跟留意社区的伙伴 到迦南大郡 到曾文西排水县 到海维寮排水县 这些以前可能是台江内海时期的草沟 然后也可能是以前的 这个曾文西的旧和道 那么这些地方 我们实际上去观察 去观察它有什么问题 然后去想象 根据这个问题 同学们去发展出说 那我们怎么来解决 有一个社会行动的方案 最后他们把这样的一个研究跟踏踏 这样的一个守护行动 化为一个臂爆论文 那么透过这个臂爆论文 他们在社区里面 去跟我们这些阿公阿嬷 去讲说 咦 现在我们要怎么给我们 以前这条很清晰的这条狗狗 这条水准 那当然在这里面当中 同学们会想到说 其实很多人是 现在河川问题 大部分都是大家就是 不去管的 漠视的 不去重视的 所以以至于它在河川的旁边 发生了什么问题 大家都觉得 好像都没看见一样 所以同学们就开始想 怎么把这个河川环境 恢复成一个 有清水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或者是怎么让跟生活 跟教育有一个结合 比如说同学会发展出说 希望在迦南大郡 像海淀国小小台这样 就希望说在迦南大郡 跟学校之间 能够去设计一个 河流的一个生态教室的概念 他们甚至去画画画出来 所以这个行动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说 以前我们是去 客村里面 生水 现在孩子他们要去 找回这个梦想 用研究 守护的行动去找回来 我想问一下茂城 就是孩子他们要来做踏茶 那一个就是说 他以前的生命经验当中 可能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 那他要怎么样进到现场去 然后去了解 那进行整个踏茶的工作 实际上在我们过去台江河川守运动当中 我们发现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有些人所谓做研究 或者是说要去跟环境有一点关系 就从自己的生活开始 就对你设计的所在 你学校就在这个地方 你学校旁边有什么河川 有什么水域空间 你家住在哪里一家 你家附近有没有 你上班在哪里附近有没有 那这样的一个水域空间 基本上来讲 大家要去重新认识他 都比较简单 就是说你今天才碰到 而且你今天去看了之后 你会把你过去在旁边 经过一些事有若无的记忆 或者经验 你会拉回来 你会想说对 像小朋友讲说 对啊 我们学校隔一条马路出来 就是加南大圈了 那以前没有树 我们学长姐就去连署 希望能营造一条山海军地道 那现在有一条绿道了 有种树了 可是就觉得 除了走路很清凉之外 好像有少路什么 或者会发现什么问题 比如说有一些垃圾问题 或者觉得说 好像只有在这边 小朋友就走路而已 那如果说有一些 像这阿公阿嬷来家里 他们来这个地方 他们想要做一些运动 因为也没有什么运动设施 所以阿公阿嬷自己会设计什么 一些一些拉绳 他自己就会在那边 做这些简易的设施 那我们能不能自己 如果也可以来做做看 来做做看 或者是说 能不能透过这样的一个讨论 发展成一个公共政策 邀请公部门一起来讨论 然后公共部门 在他们既有的政策当中 或者是核川整治当中 能不能把这些 有关于河流跟生活的 共过的部分 能够有一种制度面的 有一种政策面的 这种设计 让他做得更好 才不会说 那边这样做一条 那边这样 感觉好像这样 乱乱的 就是他没有一个系统 好像大家只是突然间想到 然后呢 我们就来研究 了解 观察一下 然后呢 就没有了 对啊 对啊 所以我们这样做起来 后面说 讲好 就是说 我们时候要培养一个积极公民 因为我们台湾 说核川的运动 台湾的核川运动 其实就是一个环保运动 最核心的部分 我们台湾的核川 就说 那是清晰 我们才有机会说 我们真的是一个环保国家 是 因为我们常常是 核川的想象的 是 那就是说 那就是什么垃圾 像我们在台江 在加南大圈的上游 就是台湾历史博物馆 距离不到十公里内 它有 有好几座工业区 其中呢 核顺工业区 总统疗工业区 新级工业区 不是 这个中轮工业区 跟岸定工业区 这四座工业区 都没有污水处理厂 所以它旁边的河流都臭死了 还有洋桌废水 所以现在台湾历史博物馆 那个地方 现在房价非常高 很多的那个 大楼社区什么都要盖在 那个地方 所谓高级住宅区 实际上 它是一个被工业区 所包围的一个高级住宅区 这个讲起来是很荒谬的 就是说 我们既然要过一个 说有文化的生活 那我们的环境 竟然是怎么糟糕 所以我们现在 也是说台湾的河川手运动 也是希望说 打给一些正式问题 就是说 从你住的地方开始就发现 我们环境到底干净 或不干净 我们说要回到一个 所谓的清静的 有文化的 一个幸福的家园 我们要怎么做 其实就要从首富尔川开始 所以我们这一边 发现这些问题 所以小朋友就开始 也发展出一些 社会行动方案 这是让我们感动的地方 这个社会的守护 不只是我们大人而已 包括我们的青少年 马上这位去拜守护 所以我们接下来 还有一系列的活动 像我们在9月21号 9月21号的下午3点到7点 我们也会在台江 两河流域 也就是沿水西畔 这边来举办一个台江的 合体音乐会 还有大陆的这个走读活动 这个活动是我们结合的 全国河川日 就是说一年一度 水利鼠会的全国河川日 我们也会在这个地方举办 接下来我们还会举办一个 台江流域小议会 就是小朋友的这些 青少年这些研究的这些 结果我们会再办一个 流域小议会 那么邀请我们的议员 官员 就会来听说 我们这个同学们的研究的成果 然后包围政策 让青少年小朋友 跟这一些实际上执行的大人 可以有对话 对对对对 好那我问一下茂城 就是小朋友青少年嘛 我们都会觉得说 他们年纪还蛮小 参加活动啊 学习开心就好 为什么要用这么 感觉蛮正式 就是好像发表这个小论文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来让他们进行 这样的一个研究 我这样讲 其实这个活动 一开始 我们就是有三个目标 一个目标 我们希望说 我们孩子具有 这个研究的能力 那还具有一种 发表写作的能力 再来是他具有一种 社团经营的能力 公共政策经营 我们希望他们成为 一个积极的小公民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结果我们发现 孩子的回馈都是非常有趣的 他们比如说有个妈妈 就讲他是来自冲绳县 他来台湾 那他的女儿是国小三年级 叫龟井 龟井就发 那妈妈就陪了他 一起来参加活动 妈妈就告诉我们说 孩子在学校里面 读书 考试 各方面成绩都不错 他觉得这个 他不担心 觉得孩子这个都可以 但是有一种能力 是他比较担心的 就是孩子有主动 去研究 探究 主动探究 去发现问题 去思考问题 去如何跟一群人 共同来合作 思考 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种能力 他觉得才是真正 这个学习很重要的能力 这个能力 目前在学校是没有的 真的 这个妈妈也蛮有聚会的 所以他五天 五天 陪着你一起来踏仗 他就有感的话说 他很担心 因为他现在已经 搬到我们台江住 他很担心在台江的河川 都被驾盖了 以在日本的经验 他就是很 就是说他很担心 因为就变成看不到河川了 然后他就说 这种驾盖好像是说 好像驾盖起来 可以坐马路 然后看不到这些 闻不到臭味 看不到臭水等等 但是他说就看不到河川了 他说在台江有这么多 有潮沟型的河川 有水浸 有这种大河 有这些小溪 他觉得非常丰富 这种水域的空间面貌 非常丰富 他觉得这个应该是 作为孩子 去认知环境很重要的一个 自然体验的一个最佳的场所 所以他从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母女也是学得非常多 很开心 就是说虽然压力也蛮大的 也蛮累的 可是呢 他们觉得非常有趣 认识了很多朋友 他们我讲很简单的 小组讨论到晚上 讨论到十一二点 我都还不睡 他一直在讨论 就知道说 因多热烈了 很热 那种热情被激发了 对 对 没有错 而且他们都觉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在其他学习跟发现的部分 还有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有啊 其实我们发现 我们对于台湾的 这种公共政策 我们往往在台湾 是透过议会 透过议会 然后在议会里面 去透过这种 民主政治方式的运作 其实我们一直希望 说一个叫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就是说 我们公民住在的地方 我们所住的地方 我们读书的地方 我们工作的地方等等 这个环境 我们最了解 那如果说 我们每一个公民 都能够从这样一个 晋升的地方 开始去思考说 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共政策 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提出很多的想法 一开始也许是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一群公民 聚在一起之后 大家就能够比较 有一些系统性的讨论 或者参考别人的经验 然后拟定一个 我们觉得 比较具有发展性的 或者是对地方 比较有帮助的 一个这样的政策的时候 接下来 我们在跟公部门 比如说议会 或者是市政府去谈 这样的一个构想方案 可不可行 政府的看法怎样 民代的看法怎样 那么大家在磨合之后 它就会成为一个 真的是由下而上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 公民参与的 一个政策的形成机制 通常这样的政策 形成机制 就会比较具有一个在地性 就不会只是说 好像躲在冷气房里面 在想地方的问题 那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只上谈兵而已 对 那当然就是地方居民 他们的了解跟反应也非常重要 像这一次的论文发表 虽然说是青少年朋友 他们的一个论文 类似像成果 这样的一个展现 可是也邀请到 像水利署方面 长官还有社区居民 都一起来参与 那不晓得他们看到 这一些青少年的论文发表 他们反应如何呢 他说 你女儿 女儿有说 很感谢 你知道吗 说我们这个社区的 这条水村有 这条水村有 整个的 这些小朋友 其实也都是村里面的小朋友 说你 这个高兴会出来 说要做什么 他觉得 哇很棒 他们其实想要把这个地方 变成是日本 因为有介绍日本 远军未穿的这种概念 他想说 这个地方可以发展一些 让小朋友细水的空间 好 这些东西 你留天后 就觉得很好了 他过去 但有时候大人在忙 有时候都没有想到 就会忽略到一种可能性 所以他就很开心说 又多了一些 将来 里面可以 比如说他来 说要推动一些理政 或什么 就一些新的想法 再一些可以参考了 那么对水利署 那天我们水利署署长 杨维辅署署长 亲自我这样子 一一的 有小朋友 每一组做五分钟的简报 他一一的听 他听 他觉得非常了不起 这些小孩说 说的这些水利署 关于水域空间营造等等 有的是水患的诊治 有的是水域空间的营造 有的是污染的问题 虽然有些不见得是水利署的 可是他觉得他们的一些想法 跟讨论的议题 其实就跟目前 整个水利署在推动的 这个公民参与 对于水利署有个想法 想要让更多的公民 一起来参与整个 我们流域治理的 这种工作的方向 是完全一样的 完全一样 所以他也非常感动 说我们的孩子 有这种热情 有这种 在地的参与 公民参与的这种行动 特别是他有一些 具体的内容出来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希望在这个水域空间 水域的空间里面 设计一个这种 河流的环境教室 这种生态教室的概念 甚至有的他也提出来说 有一组题来说 是不是这个河流环境的 这种脏 就是说怎么样 脏乱这种 或者是他的环境的维护 能不能列为 这个离办公处的 一个业务项目之一 然后能够一起来做 那有的也提出来说 我们是不是想办法 要做这个核串整治 要能够把一些垃圾 这些垃圾问题 能够把它解决 那他们就思考到说 有些垃圾可能有些 缺乏一些设施 让比如说垃圾桶 或什么之类的 怎么跟社区的居民 结合说来讨论看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 要放垃圾桶 或者是说要怎么 这个环境 要怎么大家共同去维护 他们就想要找 附近的工厂的居民 工厂的员工 或者居民 一起来开会讨论 就是一个社区的 一个公民会议 他们都会想到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建议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而且我觉得它是可信的 我们接下来想办法 怎么去想办法找一些资源 来支持这些孩子 能够来一一地去实现 他们所提出的这些社会事件的方案 是 好那最后这边 就是请茂城也跟大家来讲一下 这个河川跟我们社区 还有跟我们人的生活 和文化的关系 我是这样说 因为我自己来说 我的学校的学校 是在最前学的 最前学的 那我小时候我们的家都很穷 那我们有空就是我们的工 台湾说工就是水烫的地方 去蒙筋 抓鱼 钉钉 虽然家里面很穷 穷到没有米可以吃 但是我们至少 山餐里面都还有什么 还有鱼的地方 这是天公白 给我们的公共菜 只要你愿意 你去这些工去裁补 你就至少都还有鱼可以吃 都还活得下去 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 就是陪伴着我长大的 这样的一个南共 这块土地的生命里 就是这样 我们的渡济政策很糟糕 都会把工业区盖在什么河流的旁边 那我不知道这个想象是怎样 是方便排汇水还是怎样 就是说河流旁边应该是 应该是 没看到就没事了 没看到就没事了 就会变成河流就这样 就是就会被污染了 原本这个河流可能是人家灌溉要用的水 是养殖要用的水 就是滋养我们万物生命 不只是人 一些我们要吃的粮食 或者是一些植物 或者是一些动物 对 所以你现在的美工工业会 温水忽然 到现在这个问题 还是我们一直在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刚刚讲了 河顺公业区 还是排到加拿大去 下游还有台湘国家工业会冲击到 那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我们怎么去处理 那么我刚刚讲的那样的 刚刚讲的童年的那些美好的记忆 或者是说是一个公共产的概念 其实它就被加拿公业污水 汇水所污染掉了 所以这个问题整个解决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倒对我来讲 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污水都已经处理好了 整治好了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有一条干净的河川的 一条大村 我经常说我们到这个年纪 其实人越老越大 就是一些美好的经验的一种梦想 比如说我的梦想 有没有一天有可能 我现在没办法带我儿子 一起到加拿大区里面去游泳 在我们家乡这条大村被污染的大村店里游泳 但是能不能十年后 二十年后三十年后 我能带着我们的孙子孩子 祖孙三代下去游泳 这样的一个梦想 应该是任何的执政者 或者是任何的党派都应该要去重视的 就是还我们子孙一条干净 无污染的 清水的 有幻笑的一条河川 那那时候我们台湾 在这块土地的一个经营上面 我们才是有一些进展 才能说对得起我们的祖先 也就是我们的减顺 让我们有清晰的水的一个环境当中 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个梦想 是 好那今天在这边呢 我们来介绍积极小公民 走读台江四大流域发表小论文的活动 我们邀请到是台南社区大学台江分校执行长 吴茂诚老师呢 来到节目的现场 在这边要谢谢吴茂诚老师了 谢谢 谢谢阿美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我们听众 欢迎大家一起来守护河川 谢谢 谢谢